西川刘备连接探报 这探报是一个比一个紧张 一个比一个急 跑进来这么一说 刚说到关云长父子夜走卖城 中了江东的奸计 关羽将军大义不屈结 被东吴孙权所杀 荆州已属孙权所有 刘备听到这大叫一声 是昏厥在地 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士 以及伊姬马良 还有许静等人给吓坏了 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 马斯特的前胸锤打后背 连连呼唤诸公醒来 诸公醒来呀 哎呀 刘备苏醒过来是放生大哭 哭二弟关羽 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 鼓其肯独生 我就不活了 是啊 桃元三结役 兄弟三人说得明白 随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 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 我对得起我二弟吗 对得起桃园之盟吗 哎呦 刘备哭得伤心 大家赶快解劝 那哪劝得住 刘备嘴里都哭着二弟 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 刘备想什么 他不仅是哭二弟官员 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 司马王府 总督梁官赵磊 勇猛刚强的周苍 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 官平小将 这不全完了吗 刘备更哭他那荆州 下了多大的功夫 花费了多少心血 那么容易啊 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 可以说自己 有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 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啊 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 天天天提心吊胆 就怕荆州出了毛病 果不其然 荆州还是丢了 这一丢这么些人大将都完了 同时呢 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 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 刘备怎么能不哭啊 他真是顿足吹凶的哭啊 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了 大家一听 西川五虎大将之首 主公刘备的弟弟 关云长将军遇害了 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 也都落了泪了 主和良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 哎呀 列宫 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 诸葛亮是苦苦解劝 好不容易 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 刘备刚把眼泪止住 诸葛亮马上升仗 干什么呀 他立刻下令 各个关爱 要严加防守 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啊 怎么呢 这是什么时候啊 关羽死了 西川贪了这么一个大丧事 现在不小心能行吗 稍意疏忽大意啊 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 就要进取西川呢 虽然说乘人之丧兵发其国 那是不仁啊 但是两军敌对 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 乘人之危 你也没办法 主哥俩不能不小心啊 刚安排完 有人来回禀 说是主公啊 水米不沾 也不吃也不喝 你不是劝他别哭吗 只要他一止住背声 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愣着 这怎么能行啊 人是铁饭是钢 光是这么伤心落泪 不吃不喝 这身子可就完了 军师您快去看看吧 主哥俩赶忙奔后边来 来的后边这么一小 哎呦 西川的文武都来了 这儿三个那儿五个 是交头接耳 一个个紧锁双眉 愁眉苦脸 还一声叹气 还有的 眼睛都哭红了 大家一看军师来了 军师啊 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 主哥俩来到屋里 这么一看呢 可不是吗 刘备又哭上了 怎么回事呢 干净刘备刚刚止住泪 让大家劝他 说您别哭了 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 您得保重身体 话还没等说完呢 哼 有打门外哭着近了一位 扑通一下 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 是嚎啕大哭 刘备一看这个人呐 大叫了一声 我逼儿 扑通一下 顺椅子又出了下去了 当时刘备啊 又没气了 磕巴大伙下坏了 心说这谁啊 愣他愣脑袋 进门你就好啊 主公这刚安稳了一点 你说这不是成心 你这不找事儿吗 这不是 你勾起主公的伤心 是真真该打 哎呀 大家一看啊 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怎么回事 进来这位 正是观星 观公的儿子 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 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 观星吓得呀 止住悲声了 当时不哭了 本来他是跑来啊 请伯父刘备发病给父亲报仇的 可是谁承想啊 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了 你说这观星能不害怕吗 他也帮着呼唤 刘备醒过来抱住观星 哎呀 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 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 都快发红了 眼睛都哭出血来了 这可怎么得了啊 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 心里说军师啊 只有您来接劝了 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 这玩意不好使啊 我们越劝吧 主公哭得越伤心 这好不容易 刚止住眼泪 嘿嘿 少君侯跑来了 可不是吗 刘备一见观星 立刻想起二弟 他能不哭吗 在这说我们大家这劝 这劝皮劝不了人 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 行了 别哭了 往开了想一想吧 这话说着很容易 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啊 现在主公眼看这就要哭死了 军师您看怎么办 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 他手脸胡须想了一想 诸公啊 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 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 诸公这样背上 泪水湿湿了 护金了 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 这话问的对啊 那您就这么哭 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 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 让西川所有的军民 咱们全哭 不是这个事儿啊 再说 诸公啊 如今军侯关羽已经被害 您还想不想 给关羽将军报仇了 你们兄弟桃园结议 亲如手足 诸公啊 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 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 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 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 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 望主公深思啊 啊 哎 刘备一听这句话 不哭了 好多文武看了 看诸葛军事 不由得 游戏里往外挑大纸啊 军事啊 这话说的对 你看 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 真应了那句话 话是开心的钥匙 他不哭了 你想哭死啊 你刘备哭死 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 给关羽去报仇了 你可是他的大哥 嘿嘿 刘备用袍袖 斩了一斩眼泪 上下打零了 打零 诸葛亮军事啊 我多谢军事 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 北顿开茅塞 我明白了 我不能这么光哭 我得给我二弟报仇 来 立刻升仗 干嘛呀 要尽其西川人马 兵发江东 刘备说这会儿眼睛都红了 气得他一跺脚 手指江东破口骂 我刘备刘璇德 从此绝不与闭眼而孙权 共日月 这仇要不报 就在当今这世界上 是有他孙权 没我刘备 有我刘备 没有孙权 我跟他拼了 军事 你随我来 说着刘备 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 诸葛军事反倒坐下了 刘备一愣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你这几句话 说的多好啊 对啊 我要哭出病来 甚至哭死 谁给我二弟报仇 那么现在我要升仗点兵了 军事你怎么坐下了 说到这刘备一看啊 我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 咬牙切齿啊 对 主公 您应该立刻发兵啊 复夺竞相给我家官军侯报仇血恨 说到这一会儿 说到这一会儿 有抬刀的 有被马的擦枪的魔剑的 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 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 站在那儿手服配剑紧锁双眉 一言不发 谁呀 赵云 赵子龙 赵云就看着军事 诸葛亮这一坐下 刘备有点着急了 哎 军事 你赶快跟我去升仗啊 你不提醒我了吗 我应该近期西川人马 与我家二弟报仇 主公 现在去不得 不能发兵啊 啊 刘备听了这会儿 这脸可就沉下来了 他有点生气了 怎么呢 军事 这可就是你这不对了 你领着文武在这儿 苦口解劝 劝我别哭 别哭坏了身子 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 你这话说的对 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 你要说这兵发不得 军事 这算合一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 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 哎呀 主公 你容量回禀啊 听我慢慢的跟您说 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 江东孙权背信弃义 瞧取了咱们的荆州 杀害了关羽将军 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手机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 刘备一听是啊 阿军师 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 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 比岩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手机送到洛阳 主公 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 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啊 让咱们误以为啊 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 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 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 而后是从中于立啊 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 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 哎 以王侯之重礼 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 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 曹操也这样 他也要坐山观虎斗 也想从中捞到好处 为此呢 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 现在不是石块 主公你想 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 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 也不应该起兵啊 哦 先生 要按您这么说 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 非也 仇哪能不报呢 不过现在不是石块 要给军侯报仇 得寻一个好时机 那么就是说 咱们等着曹操 要是跟孙权 争承起来 那时会主公您率领人马 兵出西川 大仇可报 就是说 等他们两家打起来 您再领着人马去打 不但关军侯的仇可以报了 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 是霸业可成啊 哦 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 真是沉迷了大意啊 刘备怎么一听有道理 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 大家都不住的点头 认为军师说的对 这时会儿赵云将军 眉头舒展开了 他笑着 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 心说我家军士 真是料事如神 感情啊 诸葛军士说的这番话 和赵云所想的一样 赵云不过很有深沉 没上前去抢话 刘备听到这刻 那么军师啊 既如此 我们该当如何呢 主公 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 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 重葬了关公 不行啊 那都是假的 主公 您得给关羽军侯料理丧事哦 嘿嘿 刘备听到这眼泪又下来 军师所言及时啊 又哭了 刘备传令 全川挂销 我要亲自到南门外 给我家二弟召唤 最后他吩咐 派人到浪中 给我家三弟张飞 报信 诸葬哥军师听到这站起来了 怎么 为了这个事 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 诸葛亮早就想到了 这事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 不告诉 这么大的事不告诉他 那还了得 他二哥关羽死了 京州没了 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他不得拼了命啊 告诉他 你要把这丧心告诉了他 那可不像刘备 哭得当时不省人事 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 那他报叫一声啊 他会一兵一族都不带单枪匹马 就杀进东吴啊 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 那还了得 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 哎 军师可真够为难的 自从丢了京州关羽遇害之后 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 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爱 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去汉中西蜀 另一方面 他挂念着主公刘备 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 那可怎么办 同时还得治理这西川 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待了十年八年啊 刚来呀 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 就出了这么一档的逆势 诸葛亮哪一点想不到也不行啊 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 你说这信报不报 这不能拦呢 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 那刘备跟诸葛亮飞急了不可 军师你这什么意思 我二弟死了哪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 那怎么能行啊 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 诸葛亮不好拦 不拦那不得了啊 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啊 他要一听这个消息 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 谁能劝得住啊 就在这时 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 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 诸葛亮啊 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 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 他以为张飞来了呢 巴拉林子这么一条 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扑通就跪在这儿 这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 盗检着二倍 谁啊 弥竹 他怎么了 他来替弥方请罪来了 没想到弥家出了这么一个不休之子 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 我弥竹还有何面目 侍奉在主公左右 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 说到这儿 他哭了 诸葛亮一看 哎 军师点点头心说 这不是趁乱骨乱吗 这不是 你来请的什么罪呀 这倒是 可也难怪呀 弥竹是个老实人 他受不了这个呀 他听说弥方现成归降 简直气坏了 所以跑来请罪 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 严格说起来呀 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 您想啊 弥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 在当年长板坡一战 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 弥夫人为护啊抖 不是投井而死了吗 弥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 这亲戚走的也挺好 现在可得好 这弥方现了南郡了 你说这弥竹难过不难过 是对得起死的 还是对得起活的 所以他来请罪了 柳备双手把弥竹给扶起来了 说弥方叛响与亲无关哪 说弥方现成投降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 弥母所生有淤仙哪 请不必多想 刘备安抚了一番弥竹 然后自己是亲自挂校 率领文武 出成都南门 给关羽将军招魂 刘备年相祭拜 二弟 云长 就这一声云长啊 身边的文武 耍这眼泪就都下了 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 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 一边祭奠 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 从桃园结义说起 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 自己领兵进西川 没想到会成了永别 真是字字写生生泪 说的那铁石人哪 也要落泪伤悲 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哪 光听说过关羽 关云长的这名字 说这一言大将可了不得 但是不知道 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 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 哎哟 西川的好多文武 是伏地大哭 全难过 刘备哭记关羽 是一直由他的忠义 说到关公的神勇 要说忠啊 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 对我刘备 那是真不假的 关羽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 他忠于桃源结义的誓言 上报国家下安离数 被困曹营十二年大致不疑 金子都快堆成山了 关羽连看也不看 曹操待他那么好 他还是抱着黄嫂 风金磁草 何悲熏熊啊 对刘备是忠贞不二 要说关公的神勇 自从出世以来 温九斩华熊啊 斩燕良朱文筹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 刀劈琴棋 古城兄弟相会 撇刀斩了菜羊 卫保荆州 单刀附会 水烟欺君 生擒于尽 刀斩旁得 威震华下 关羽一生称得起是 忠义双全 银而有信 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 贫贱不移 就是这次夜走卖城 物中江东的奸计 虽然被孙权 给生擒活捉了 他还是那样 大意不屈结 刘备说的这时 泪如雨下 几乎雪泪 燃抛巾啊 往二帝一生 光明磊落 没想到死后 落在一个身手 埋于一处 这是使刘备 最伤心的地方 那么大的关羽 人头埋在河南的洛阳 尸身埋在湖北的当阳 现在刘备 想祭典招魂完毕之后 把二帝埋葬在西川 埋什么呀 只能埋关公的衣冠袋 所以四川有一座 关羽的衣冠中啊 刘备在枯寂的同时啊 早已经暗下决心 打定了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他想在枯寂完毕 带领着军师诸葛亮 去挨家挨护着 安抚一下死去将士的家属 随后就让自己 职而观星 继承复绝 然后刘玄德呀 想进发西川人马 并发东吴威二帝关羽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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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